這個是我去歐洲 古董市場的時候看到 對 然後我一看到 這是補充的 是新的 我也以為是新的 保存得好好喔 沒有 它是古董 你看它 它其實就是有一點點 因為愛馬仕它的那個金屬 它會有一點銅 久了會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一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 然後你看 一定要拿一個雲影的 對啊 它可以掛在上面 它是嬰兒 你知道嗎 通常在譬如說歐洲 歐洲你去跳蕎市場 或者是歐洲的一些賣一些 這個品牌的古董 你都會發現 他們是有使用過的痕跡 當然還是保存很好 可是說如果在亞洲這些 這個品牌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一個一個 都比一個還新 對 所以原來台灣大家 對於這個品牌 大家就很多還是供在那裡 不太使用 像我家裡有幾個 都是已經比如說刮痕 然後就已經比如說斑駁 可是我就很愛很愛 我半夜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天啊 我也是有故事的 對 很有感覺 不是就是很 我也贊同 對 我喜歡就是把 尤其是牛皮色的 我都會把它用得髒髒舊舊的 就是你會覺得就是說 就是很有自己的 就是感覺這個包是我的 對 然後你看這個小的也是 這個也是可以裝一個手機 然後差不多也是一個小短 小皮夾 小那個什麼卡夾這樣子 然後幾支口紅 然後這個還可以裝一個小腮紅 是不是很超值 超值 對